好 我们来看一下2.1跟2.2的这个实验器材 实验仪器的一个练习了 写出以下的仪器名称 首先第一个的这个应该是烧杯 对吗 烧杯 为什么你们这边有 有人写繁体字 我不晓得那个繁体字会不会给你对 不好意思 烤杯 不是烤杯 是烧杯 烧杯 然后这个是分叶漏斗 分叶漏斗 地定管 不是有开关 就是地定管 有开关有两个 一个是地定管 一个是分叶漏斗 这个比较肥的 地定管是比较长的 比较高的 一般上也会有刻度 再来第三个的这个是锥形瓶 对吗 锥形瓶 这个也是用了繁体字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你们习惯繁体 这一个是瓶底烧瓶 瓶底烧瓶 瓶底烧杯就不对了 要注意是烧瓶不是烧杯 然后这个瓶底 瓶子的底部吗 瓶底烤瓶 圆底 这个不是圆底 有两位是宣的圆底 这个是平底的 你要看下面是到底是 直的还是圆的 这个应该蛮明显的 OK 再来这个是叫大度移业管 大度移业管 我不晓得移业管有没有给对 应该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不知道有没有给对 不过最好是用大度移业管 其实移业管有两种 一种是这种肚子大的 另外一种是有刻度的 有刻度的 然后整个是一样的 一样瘦瘦的 也是有 那再来这个是地定管的 这个就比较高一点的 高一点 酸式地定管 酸式地定管 有这样子的东西妹 酸式地定管 这个应该是上网找那边 忘了分叶漏洞 很多人会看到有开关的 就觉得是分叶漏洞 记得有开关的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是 上面是长的 那个是地定管 上面是比较圆的 大的 那个是分叶漏洞 最后这一个呢 最后 不是最后 这个是安全漏洞 安全漏洞 场景漏洞 我必须要承认 是的确是有有这样子的教法 就可能是在另外 如果没有记错课本 我们的科学课本好像在初三那边 还有出现一个叫场景漏洞的 这样子的名词 当然在初一 我觉得你们还是用回安全漏洞 因为这个是那个 安全漏洞这个名字是中华他们用的 然后他们有发出一个那个 list 出来 就希望大家用回这个安全漏洞 比较好一点 OK 写出还有这个是集气瓶 对两边圆的 两边圆的是集气瓶 OK 我看你讲这个没有没有刻度 呃像像那个地定管也是 他也是不会没有画那个刻度的哦 不过我还是觉得说 如果你用一两边圆头为集气瓶 一边圆一边直的叫做 呃两桶的话呢 这个可能会比较辛苦看 所以一般上两桶我们会再配合 再补多几横啦 至少画多几横那个刻度出来 好 所以一般上呃 两桶一般上会画刻度的啦 再来这个呢是可以叫十棉网 十棉铁丝网也可以接受 OK 十棉铁丝网 十棉网 十网棉就不对了 这个为什么会倒转的呢 这位同学铁丝网 铁丝网就不行哦 因为他一定要有这个十棉这两个字 呃十棉这个材料其实蛮特别一下 你们可以上谷歌找一下 他好像是我们的cluster ceiling 就是用这个十棉这个材料 然后呢你会看到十棉铁丝网 他中间那个白白的 其实就是这个十棉 很特别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他们会用到这个材料 所以这个十棉网 十棉一定要出来 铁丝可以不需要 OK 铁丝反而可以不需要 OK 最后一题呢 这个是地管啦 这个是地管 alright 交头地管 交头地管应该有行 交头地管有行 两个应该都可以哦 可能我再看一下那个答案 我也不给 两个我都有 两个我都给 好 所以正确很好 alright so 十棉网的这个应该是十棉网 十棉铁丝网跟十棉网 都接受了 alright 就大概是这样啦 好啊 好啊 好啊